歡迎大家來到談風論水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什麼呢 最近不知道大家 大家應該不是那個年紀的 稍為跟我差不多 或者小小小的人 最近就會玩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玩 在電腦裏面出了一隻很Hit的Game 那隻Game是怎麼說呢 那隻Game是講 吳成恩老師那本西游記做藍本 然後將它改了一點 那個原作者不是大聖野 是大聖野一個轉生 然後就照劇情這樣走 我也有玩過一下 但我玩了兩版我就沒有玩 因為我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是那隻Game有問題 那隻Game很漂亮沒有問題 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是世界級的畫面 好漂亮的 那些畫面精細得很好 但是我發現了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暫時性 暫時來說 應該只有一兩個人發現的 但就沒有人說 沒有什麼人說 那我今天跟大家講一下 那大家知道 上面總公司的成立日子是土日 是土日子成立的 那大家知道 我們董事長 季節年出生的 那大家覺得 大家是不是覺得 我上次跟大家講過 董事長要借運 那他怎麼借運呢 這遊戲一出了 我就知道他怎麼借運 怎麼借運呢 那公司是土日園 是土日子成立的 那董事長是水日園出生的 那正所謂 土多就水 土多就土崩 土多就水 水窒 那個叫塞字 不知道塞字還是窒字 那即是說土太多 那水就窒著窒著 流通不了 那水太多 那個堤壩都崩了 是不是 那水和土 根本是 融合 根本是貼不住的 那中間 就找了一件 現在呢 我們董事長呢 就應該有高人指點 有高人指點 那他就 他就弄了一件事出來 通關 將水和土去通關 怎樣通關呢 就是這隻 這隻game 這隻game的主角 是大勝的 轉生 即是猴子 猴子五行屬金的 猴子在十二地支的排行 是新 是新 那新是屬什麼 新是五行屬金的 那正正就是 董事長 和這間公司的運 就可以借這隻猴子來通關 怎樣通關呢 總公司是五行屬土的 那總公司五行屬土 就是土去生金 那可能是 總公司不知道 撥多少錢出來投資 但是去另外一間 設去另外一間公司 投資給這隻game 你們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 是不是 他們做了我們真的不知道 可能他設了另外一間公司 是總公司出錢的 然後投資這隻game 可能是 我未必一定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總公司 當總公司有投資這隻game 那總公司投資這隻game 那隻game 就是以大勝的 做藍本 五行屬金的 那就是土去生金 那就是生黃這隻game 是不是 那隻game一黃 就是金去生水 那最後誰黃 就是董事長黃 他就是借這隻猴子來通關 他就是借這隻猴子來借運 借運 借運來通關 通關 那他自己便 自己便走出來 他最近又走出來 是不是 所以我說他不是 他是病 但是他病之中 未去到你們這樣想 未去到你們那個 平時那些KOL 又說什麼政變 又這又老 又之又燥 尤其是那個四眼大寶 都不知道他說什麼 那他現在的真正目的 就出現了 就是借這隻猴子出來通關 借這隻猴子出來通關 就旺他自己 那為什麼要借這隻猴子出來 這隻猴子 也都有他的作用點在這裡 那什麼作用點呢 大家 記不記得 我跟大家講講 2024年 就是今年之前 那20年是行土運的 間掛嘛 間掛五行屬土的 去土運走了 土運走就是金氣 土運的氣一樣 裏面的金氣 就洩了出來 那洩了出來 這樣呢 洩了出來 你們不知道 我們知道而已 但是董事長都知道 董事長為什麼密謀要 病了幾個月 病了幾個禮拜 他就是為了搶這口金氣 他怎樣搶這口金氣呢 就是整隻用猴子做藍本的遊戲 而這隻猴子去吸那堆金氣 用來生亡自己 那堆金氣是什麼氣 現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堆金氣是怎樣出來 那堆金氣是什麼 大家記得 一拆住 那글跳順子 elier小廟 兄弟 就不 Sic 不奈 死神 我縛小廟 這個過 percent 放正 老虛 怎麼現在 弄什麼 我們在看 對 當年印尼 當年旅遊人治事件 是因為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件出來 是因為他之前 沙士殺計太多 那陣怨氣不散 那陣怨氣不散 就導致 那陣怨氣不散 就導致 那陣怨氣要找人報仇 找什麼人報仇 找這班人報仇 因為這班人混弱 混弱就找這班人報仇 這次也是異曲窮光之妙 因為肺炎導致太多人不知名地死 肺炎死了 然後不讓你出屋 混死你 然後就不知為什麼 古靈精怪地死了 然後就是因為死得太多人 怨氣太大 他就是借這班怨氣 去弄這隻猴子出來 吸了這堆怨氣 去生亡這隻猴子 借這隻猴子的氣 去生亡他自己 你們明明為什麼可以吸那堆怨 他就是看中這堆怨氣 這堆怨氣一天不散 那隻猴子就一天不死 那隻猴子一天不死 他就一天又繼續有人生亡他 那你們明明這個三國關係 那這個三國關係怎麼走 為什麼會有人突然間 我今天會跟大家說 因為我就是看到這隻遊戲出來了 這隻遊戲是 它是說就說照了西游記的版本 但是它是怎樣呢 它是扭化西游記 它是怎麼說呢 接近黑化這樣 它是扭化了西游記 原本大聖爺要去大唐三藏 要保護唐三藏上去西天 取得大乘真經去普渡眾生 這個才是西游記的真正目的 當然你可以說 吳成恩那時候是因為不喜歡官 不喜歡聖 所以才作這本書出來 當然這些往後的話 這些就很多人 現在很多人這樣說 但是它始終都是 就是大聖爺是保護唐三藏 想西天取大乘真經出來普渡眾生 為什麼要普渡眾生 就是因為佛祖看到眾生皆苦 但是這隻西游記就主張什麼呢 打 一個字就是打 去到哪裡都是打 就是因為就是 所以它就黑化了西游記 西游記都不是叫你打的 西游記 所以孫悟空打的人都要找人幫忙 是不是 他這隻遊戲不是 西游記 但是全部都是西游記 都是那隻大聖爺的化身來打 全部都是他打 打二郎神也是他打 打八眼吳公正也是他打 全部都是他打 當年西游記裡面打八眼吳公正的時候 孫悟空是要借寧吉菩薩那些針去打 他這個我沒有說 你可以自己去挑 你可以自己 不借寧吉菩薩那些針去打 可以自己去挑 但是打不贏 這意思 那這遊戲我不說那麼多 這遊戲的 大家可以試試玩一下 但是我勸你玩一陣子好了 因為玩得久 玩得久 這遊戲你們越玩得久 這遊戲越旺 它氣就越長 它氣越強 董事長就越厲害 那你們如果想董事長 董事長快點退休 那這遊戲就不要玩那麼久 這遊戲 對不對 其實這個 我也是剛好看到這遊戲 還有師傅提一提我 我才記得原來是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看到這遊戲的時候 師傅提我 因為這遊戲是用猴子做圓形 你知不知道猴子代表什麼 吳成恩那本西游記裡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 應該沒有說的 但是上古有四大寧侯 他們四大寧侯也都叫四大 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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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大寧侯分別 四大寧侯全部都成太佛 那為什麼四大寧侯是哪四大呢 那四大寧侯就是寧名石侯 跟著他死對頭就是陸爾尼侯 跟著另外還有一隻叫赤靠馬侯 另外還有一隻叫通秘猿侯 這四大寧侯呢 是先天孕育而生的 不是你們那些猴子 兩隻猴子生的猴子出來 那些這樣的生 他們是先天孕育出來的 他們是天地靈氣所生出來的 所以叫四大寧侯就是這個意思 沿著是因為這四大寧侯 但是為什麼四大寧侯是要選孫元侯呢 你不選赤靠馬侯 你不選六以利 你不選通秘猿侯 不選六以利侯 是都要選孫元侯 因為孫元侯是寧名石侯 他是石頭 他是鋁窩煉石寶青天 剩下那塊石 吸收了這麼多年的天 由鋁窩寶青天到唐三藏 隔了多久啊 起碼都 孫元侯大罵天公 五百年後才見到唐三藏 他大罵天公之前 那幾百年你不計嗎 吸收了接近千年 過千年的天地靈氣 人肉而成的一隻靈命石頭 是不是 所以 找他都正常的 其他那三隻都不夠他靈氣那麼強 所以找孫元侯做主角 應該都是這個 都是這個 正確的選擇來的 好了 講回 因為是 為什麼呢 是肺炎太多冤死的人 那一口怨氣 那一口怨氣 總市長就是看中這口氣 所以弄一隻遊戲出來 黑化孫元侯 就借孫元侯去吸這口氣 孫元侯的金一強 那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什麼 他就可以繼續生獲我們董市長的水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見到 嘩 這些東西一出 有些東西要說 因為 以我記憶 我記得去到今天 大家都 都是沒有什麼人說的 大家都在留意著 美國那個 那個鬼佬靈媒 繼續講日本大地震 繼續講世界末日 現在 我看了所有YouTube片 都是他在那裡講世界末日 他那些講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那個印度仔講的那些 真的不用看 他講的沒有什麼準 那十樣東西都沒有什麼準 經常說 香港大件事 香港有多大件事 現在大件事都大件事了 香港都現在這樣 是不是 還有 我下一節 這一節講 還有大家 臨近 我跟大家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能會延續到 下一節都未頂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臨近末世 這個我們叫末世 都算了 是不是 衰到這樣 一個人最重要是 保住兩件事 要是先保住自己的命 二就是 錢不要被人拿走 保住自己的財 我想跟大家 怎麼講一下保財這件事 保財這件事 道家有法事的 道家有法事 叫保財富 或者叫保財富 但是呢 要不要保財富 就是看你的八字 你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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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被人穿到 就是 看八字 可以看你的財富 有沒有穿到 但是你不要企圖 用八字去改 改那個八字 去保你的財富 不要企圖做這件事 外面有哪個風水師 告訴你 可以這樣做 我告訴你 一百分之一百零一 他是欺騙你 他是欺騙人 你看著 那個大帽 四眼那個 實在跟你說 可以看八字 可以幫你補 騙人 八字是補 八字可以補 但是 後面延續的因果很大 我不建議別人這樣做 那我建議別人 如果要補財富 譬如你那個八字 你給我看了 你財富穿了 是不是要補財富 怎樣補呢 可以通過法事去補 可以通過那些道家法事 那就是 後面的後續因果比較少些 那個穩陣程度比較少 那個穩陣程度比較大些 那如果要改八字去補財富 是改不了的 沒有什麼改得到 那好了 另外 就是 另外還有一件事 要補自己的財富 不一定 做法事是一個方法 另外 那我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那是什麼方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至頂的電話Whatsapp 那我會告訴你 那這個是 小小的廣告 借小小的位這樣 那就是 就是 那就是 末世 臨近末世 大家最主要都是保住兩樣東西 保住自己的命 保住自己的錢 是不是 有錢有命 你哪裡去不了 是不是 最重要 最重要 怎樣保住自己的錢 保住自己的錢 我就有辦法 保住自己的命 沒有什麼辦法 是唯一一樣辦法 就是做一個好人 怎樣都要做一個好人 那大災大難 不關你的事 是不是 做一個好人 怎麼保住自己的命 就是做一個好人 怎樣保住自己的錢 就是我有辦法的 歡迎Whatsapp找我 那好啦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拜拜